我们现在要装水 电光国小的小朋友认真的聆听 支援教师阿美族的老师 如何做竹筒饭 大家一起来制作 难免也会把糜弄得凌乱一些 老师对于学校重视在地文化 感到很高兴 后面就是我的大菜园 那我从小就学会这些 采野菜的技能 一样的我也是要教学生 怎么采 我现在在这里教他们这些 这算是他们的本位课程里面的 一个课程 如果我不教他们怎么做的话 他们的下一代更不会做 虽然家里不一定能吃得到 但是到了学校就有机会接触到 小朋友也觉得很新鲜 你这家里有没有吃过 阿嬷还是妈妈这么正常的 没有 还没有很新鲜 可以吧 太可能 电关国小校长高敬青 六年前调来电关国小后 就积极地推动在地特色 加上这里三十九个学生里面 有三分之二是阿美族 校长带头传承阿美族的在地文化 暑假期间也推动游学计划 获得国内百大特色小学 我们把这个部落的竹炮 阿美族的咖根跟这个阿美族的野菜 都放到我们的本位课程里面 让孩子在这个起老跟妇女的 这个指导之下 在学校的课程中 就可以去传承 去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 有特色的在地课程 校长虽然不是原住民 但是注意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以及在学校老师的配合下 让电关国小的民族教育 推动得很成功 记者考察敷衍 台东关山采访报道